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水、乳液、精华液、霜的使用顺序这个问题 1.爽肤水 打开毛孔,为肌肤进行二次清洁,能够帮助皮肤更好的吸收养分 2.精华 精华的分子非常的小 爽肤水能够让肌肤毛孔在清洁后的紧缩状态重新张开 从而生成的滋润肌肤 3.乳液 乳液可以有补水补充营养的效果 4.霜 具有一定的功效性 比如高效的保湿、美白、抗衰老 而且还具有锁水的功能 所以在最后使用 以上就是水、乳液、精华液、霜的使用顺序